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 我是玲玲 我在超世界等你 这是你母亲 这条广告我从来都没见过 看来是被禁止播放了 这个服务器一定有更多的信息 我要全部解锁一遍 那岂不是等于海底捞月 你是不是想说大肯捞针 有什么区别吗 请 给一下小姐 我来帮你吧 解锁完毕 这么快 没有任何线索 带除了这个 加密账户 防护得这么严密 这背后一定有母亲的线索 不对 这么三层加密 不应该只为了放一个人的信息 林毅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是绑卫程序 快跑 来 来 来 妈妈 我走了 从今往后 你自己生活吧 我不要 你在哪儿 妈 终究 还是没有阻止世界的毁灭吗 你追过来啊 你追过来啊 清风 清风 别冲我 没认识你 是我 刚才我们都遭遇了幻觉的袭击 等于朋友们拼了命叫才把你们叫醒 你们没事吗 我们在未来接受过抵抗幻觉的训练 就算进入也能很快退 现在一脚还是好可怕 可不嘛 训练师会运过去好几十次 这个幻觉攻击 会让人看见自己最恐惧的事 那你俩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啊 毕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啊 对吧 对 这都是我的问题 我强行破解密码的行为 已经惊动了敌人 那个防御程序 不仅会干扰人的脑电波 让我们产生幻觉 而且还会向敌人发送信号 发就发呗 他们找上门来最好 正好先练手 别想得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在明处 他们在暗处 他们对我们了由指掌 但我们对他们还有所知 但现在 也许是我能找到线索的唯一机会了 我要破解密码 那还只有一点希望 我也想争取 我不求你们帮我 毕竟 这都是我自己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不帮你 你是我们的伙伴啊 西洒大人真是好 危险聪明 有头脑 神字曼妙 谁让你停了 神字曼妙 有人正在入侵辉瑞的账号 赶紧去把入侵证消灭 啊 尝一刀 我们走 啊 出什么事了 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 不是已经被查了吗 又怎么了 啊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居然有如此严密的防护 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得是到什么时候啊 不如干脆凭运气 别乱来 啊 通了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 嘿嘿嘿 不对 进入这个通路 需要金融的认证 金融 金融 所以 都是他设施的 谁敢乱来 啊 啊 是黎蜂 是黎蜂 雁蜂 白燕 是 暴蜶出击 暴蜶解决 天空 黑员 小超人 干什么呢 还不赶快杀 查阴达 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是 这样下去不行 先撤退 哥哥 他们快顶不住了 分开行动 我们去抓住金融 打开那条通路 请封 配合我 过不来了吧 行杀 给我干掉他 之前被西萨默示了金融之后 我在这里开了个后门 本想把金融拿回来 没想到穿越护卫队会查到这里 我还是先去把我的后门通路关了吧 被西萨发现我的下站一定会很惨 不筷子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一个数据中端系列 我来查看一下 住手 哥哥 西萨太强了 我和烟波打不过他 西萨大人 我已经完腻了 就让老板给的这枚必杀金片 结束一切吧 去吧 西萨 龙狐炮 快 快 快救人 燕鹏 你还好吗 好的很 别说话了 请立即开始治疗 明白 我没事了 太好了 陈灵风呢 他们受到剧烈攻击 加上超负荷的调动了所有能量 导致伤势太重 然后呢 他们的构成代码非常特殊 我们识别不出 所以也无法提供治疗 不是 你们不是什么都能修复的飞车基地吗 对不起 你们的飞车 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 对 请务必再给他们做一次检查 别担心 我那好人 你骗人 其实 触发防卫程序 遭到幻觉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是受伤的你们 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让中人受伤 但你们都没受伤 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嗯 还记得我母亲说的吗 在超时间 你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 一定有让赤凌峰 和艳破恢复的方法 而且 我刚刚观察到 那个神秘账户中的金马 都留下一个叫做灰月的地方 这礼料已经不安全了 先下来找我 废话 都是英俊废话 大人饶命啊 不管他们已经得到多少情报 总之 就是要赶紧把他们除掉 嗯 一定 一定 要是这群麻烦 影响到老板在灰月中的计划 我们谁都别想好过 妈妈 小姐 夫人上班去了 对了 这上有好吃的 又是上班 另外 夫人为你准备了礼物 还是老回去 里面的信息经过加密 只有解开后才能找到礼物 一定是飞车零件 一定是飞车零件 我知道了 生日快乐 换个角度看世界 什么妈妈 妈妈根本就是在糊弄我 等妈妈回来 我一定要问清楚 这 定了 好 我担心了 这 天啊 你不想要过来 你也不想要过来 抱歉 依依 因为工作的事情回来晚了 不过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信息就藏在贺卡里面的呀 那才不是我要的礼物 妈妈骗人 妈妈根本就不爱我 小姐 小姐 小姐是不是做梦了 我听到你在喊夫人 只是梦到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 对了 今天飞轮和秦峰会过来 我们最好提前准备一下 我知道了 灵依 你好 你们好 灵依 真没想到 你在超世界里那么高冷光 现实中却像个 像个乖乖女 是啊 不像某些人 不管在哪儿 说话都是那么没心没肺 秦峰 你呀 少说两句 我 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啊 我准够了 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品 对了 昨天还好有你们帮我拖延时间 不用感谢 又好吃了就行 我又没事要感谢你 他 我们要成为 谁要 di 作词 扒 灰 你谢谢你的款待 白月 你 不用客气 这些画是 我记得这一年的五月十二日 是母亲节 这些画都是在美妮的母亲节那天画的 看来这些都是林依送给她妈妈的节日礼物 我们快过去吧 白夜已经应该整理好了相关资料 好 不会吧 这也太多了 还有呢 喂 这可不是代客之道啊 是有些失礼 只是我想你们都是体贴热心 勤劳能干的精英模范飞车 这点小事应该很乐于小老板 当然 非常乐意 能不能有点出心 几句马屁就把你乐成这样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好困难 好困难 什么人 以后延破在此 谁敢造伺 我不能闲着 你也不许偷懒 认真点 我们一起查资料 不要啊 这是什么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上面怎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我说过 这不重要 这是 灵狱 你拿版了 这是 这是全新的代码 换个角度看世界 那道之前是我写错了代码 零三一七 地下室 什么意思 零一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地下室 以前妈妈经常会在这里忙到很晚 加上没有密码 所以从没进来过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 门开了 零三一七 这个数字有什么寓意吗 这是我的生日 好黑 什么都看不见 东西结合太太 有人要参加派对吗 让我们嗨起来 嫂姐 你们两个 别胡闹了 抱歉 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 零一 看来 这些都是你妈妈为您准备的 快看 这里还有礼物 这是什么 这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 当时 一群黑暗势力 在超世界大肆破坏了 看下梅梅作星 幸幸的是 有两位英雄出现 他们团结众人 展开激烈的反抗 与黑暗势力展开激烈斗争 最终 正义战胜了血肉 然而 两位英雄 却就此陨落 这件事我知道 灵异 这应该是爆裂飞车 空翼和巨刃吧 可 这和眼前的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空翼和巨刃牺牲时 身上掉落的零件 啊 这也太宝贵了 空翼和巨刃 一直是我的偶像 他们身上的零件 在我眼中如同圣物 于是 我便向妈妈提出 以此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可生日那天 我没找到这个礼物 还以为妈妈欺骗我 小姐 夫人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呀 这么说 你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礼物 可她后来 怎么也没跟你解释呢 那件事后不久 夫人陷入了婚怒 原来是这样 灵异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 吃到的礼物 我才不稀罕呢 嗯 嗯 她怎么还嘴硬啊 其实 有件事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们 空翼和巨刃 或许并未犧牲 什么 有这样的事 我之前 在飞车俱乐部 听到一些传闻 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 空翼和巨刃 就隐居在超市街 白夜 你说的是真的 只是传闻 是真是假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我知道了 快看 零件像是接收到了 微弱的信号 这难道是 主芯片传来的 一定是这样 看来 这两枚零件的主人 确实并未牺牲 对了 灵异 这两枚零件如此珍贵 你妈妈 是从哪里得到的 嗯 你们看 这是两枚零件的拍卖信息 这价格也太高了吧 十万金马 灵异 原来你妈妈 是从飞车俱乐部 拍卖得到的零件 这是飞车俱乐部的图标 飞车俱乐部 不仅给出了 空翼 巨刃 没有牺牲的消息 还曾拥有两辆飞车的零件 看来他们 很可能知道 两辆飞车的行踪 我们必须要找到 这两辆飞车 你的意思是 空翼和巨刃实力惊人 如果能找到他们 就一定可以打败西萨那伙人 而且 那两辆飞车的战斗风口 和你们兄弟俩十分契合 你们可以结为搭档 可是 赤灵峰和雁破能力 还未恢复 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再去找别的飞车 没错 我绝不会抛弃雁破的 谢谢你秦芳 我真的很感动 只是 可眼下解决超世界面临的危机 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因为我俩耽误了大事 可是 雷伦 我想你能分得清事情清楚 最后 找到空翼和巨刃 去迎接更大的机遇 我们这就是 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 永远都是 谢谢你 赤灵峰 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两辆英雄飞车 打败西萨 出发 这是 飞车俱乐部 这广峰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别废话了 速摘速决 白叶 还能找到之前告诉你消息的那个服务员吗 我们俱乐部归飞车基地管辖 禁止闹事 禁止暴力 禁止 人类小孩 啊 我们不能来吗 嗯 不是不是 我们俱乐部虽然是装了为爆裂飞车创建的休闲空间 但也欢迎每一位人类顾客 唉 这是 现在的小孩 都喜欢去飞车赛道 颜料赛场之类的地方玩 很少有人愿意光顾我们这小破店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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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们来这里是想调查一件事情 请问你知不知道空翼和巨人在里面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 啊 又来一群闹事的 兄弟们上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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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们也是黑暗势力派来打听消息的 啊 不不不 我是天元宇宙军团 0314号爆裂飞车百叶 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我生死不明的战友 空翼和巨人 没错 我是超越护卫 寻找他们是为了更好的守护超世界 兄弟们散了吧 原来是误会啊 不过空翼和巨人的行踪 其实我也不清楚 可是白燕明明从你这得到信息 空翼和巨人还活着 嗨 我也是听一个绰号叫流浪汉的飞车客人说的 那人总是在店里蹭机忧喝 谁知道说的话是真是假 呃 呃 白胖一套 下手真重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遵老 哎呦 哎 服务员说的那个流浪汉 不会就是他吧 全场看下来 只有他最符合描述了 走 上去问问 哎哎哎哎 对不起啊 我不该蹭你们的机忧喝 哎 先说好啊 打车不打脸哪 这位大叔 我们想和你打听 关于空翼和巨人的消息 这是报仇 呃 呃 呃 那你上前来 嗯 行善 人家没听错吧 飞轮他们居然在调查空翼和巨人的消息 是的主人 我也听到了 这两辆飞车 不是早就牺牲在那场大战中了吗 难道 他们还活着 行善 购物暂停 我们去找点乐子 都说了 我制不好你们飞车的伤势 你们还来干什么 有飞车说 您曾在那场大战后 亲眼看见空翼和巨人在超世界出现 这是真的吗 我 我 我不知道啊 殿佛 哦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空翼和巨人两位大将 是在那场大战中 我是那场大战中的飞车派军医 负责救治那些受伤的飞车战士 是 当时 我在战场上捡到了两块飞车零件 我一眼就认出 那是空翼和巨人大将的 从来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但我很感谢他们守护了超世界 也让我们能组建起飞车基地抱团取暖 所以 是你把他们的飞车零件放到俱乐部拍卖的 没错 为了能卖个高架 我就编出了两位大将牺牲的故事 但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实情 没想到还被人偷听了去 看来空翼和巨人确实还活着 如果他们活着的话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地方 漂浮岛 漂浮岛 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人呢 这里什么都没有 去哪里寻找空翼和巨人啊 对啊 我们都来过这多少次了 从没有听说过有两辆飞车藏在这 线索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是分头找找看吧 嗨 各位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那边风景真不错啊 是 是啊 今天天气真好 不如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飞车夺精赛吧 演得真假 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想找空翼和巨人做你们的帮手 休想 嗯 你跟踪我们 哼 当然 毕竟我的任务是 让你们从此在超世界消失 暴力结界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暴力变形 想去哪里 他要使用必杀技 白月 准备战斗 你打耻 好 快点 赵月 赵月 白夜 好感人的团队请啊 就讨厌你们这种 心心作态的样子 你是故意的 好了 星煞 现在给人家 彻底废了他们 好的 主人 蜘蜂 焰炮 你们的伤 星煞 动作快点 我还要接着去购物呢 最后一招 主人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失败了吗 抱歉 掌兆 你们是 这不可能 空翼 巨人 没想到 还有机会与你们并肩作战 立即冲锋吧 我们的荣誓 难也有了 空翼和巨人 居然就在漂浮岛下面 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就转过来看看 原来是这个意思 两位小友 让我们让个老家伙变形的任务 可全靠你们了 用 爆裂出击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预刃 爆裂出击 暴力兵刑 空异 抱歉了 谁让你欺负的 是我们的老熟人呢 废话什么 先打再说 信尚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走 跑得可真快 我热身都没结束呢 对了小布点 刚才干得不错啊 小布点 谁啊 我 我才不是就 对不起 小姐 让你担心了 白夜 这次多谢空异和巨人救了我 真没想到 你们俩 居然就住在漂浮岛下面的洞穴里 对了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 还有 这两位飞车小友的伤势 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为了改变南京的末日 而从未来穿越到此 但我们遭到了一群黑暗势力的攻击 失去了战斗力 又是黑暗势力 这场阴魂不散的家里 两位前辈 我们受了重伤 失去了战斗力 眼下 能够守护超世界的 只有你们了 请你们出山吧 可我们当年选择隐居 就是不想再牵扯超世界的战斗 空毅 居然 我们不想让超世界 落入坏人之手 这片美好的世界 也不该被邪恶染指 加入我们吧 拜托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 我们对超世界 不管不顾了这么久 也该出来热热身了 你说呢 老游 是的 长官 白夜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的情况 既是朋友相求 超世界又大难当头 那我去认 当然义无容辞 小不点 你可悠着些 别把屁股摔成三吧 你的乌鸦嘴怎么这么灵 这就是超世界的完整地图了 每块区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 并没有灰域这个地方啊 难道是在地图没画出来的地方 不 根据我们上次读取的数据 灰域的所在并未超出这个范畴 那就奇怪了 可是就这样看 确实是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太乱了 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就是 灰域 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 灰域说到底就是一个废弃的无人区 设置在边境也很正常 既然是无人区 那我们进得去吗 可以 我听说当年许多淘金客都会去灰域淘金 金肯定是进得去的 但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去 还是要早做准备 好神秘啊 什么都看不到 这里一定和金融西洒背后的反派组织有关 事必一迟 我们抓紧时间训练 两天后便启程 别急嘛 灵医 进入灰域可是大事 要不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养足了精神再去训练 我同意 过分的懒散只会影响战斗力 可是 每次都这么高了 小川哥哥 你小心点 灵医姐姐终于又见到你了 你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我们来找你玩空中飞球 这可是超世界新上线的游戏 可是 灵医 超世界新上线的生活不是只有训练和战斗 还应该要快乐 你看 朋友们都在等你呢 朋友 好吧 所有选手各就各位 游戏规则很简单 只要抢到超圆珠 将他抛进球门便可得分 另外 游戏过程中 大家都能获得飞行能力 这个包装看起来像个礼盒 超圆珠嘛 肯定要包装得好看一点喽 灵姨 你来看球吧 比赛开始 我来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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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姨 秦峰 冲锋 冲锋 马到成功 别愣着呀 我叫你跳 来 这才失灵 我可是个绅士 是什么事啊 快扭进来 冲锋 冲锋 不错 冲锋 你慢点 不好 灵姨 你还好吧 我们是 这家伙太狡猾了 我们最好 先将他困住 秦峰 快拦住他 灵姨 看你的了 糟了 他进传送门了 快追 他在那儿 这家伙太坏了 故意带我们走这种地方 这下怎么办 白燕 看你的了 快追 嘿嘿 这里是飞车赛道 看你往哪里逃 看你往哪里逃 来吧 停锋 我好晕啊 什么 我才回是飞车的 noodle 你 謝謝 小 pleased 产生 就是 很正常 人 就是 人 ân 的 我烂了 林依 前方就是仇门了 抓住你了 林依 接住 加油林依 加油林依 加油 林依 加油林依姐姐 嗯 難得看到林依這麼投入的玩遊戲 你們好興趣啊 金融 你來幹什麼 你們是瞭解我的 我的目的一向很單純 不是吧 我身上就剩一枚金馬 你這都要搶走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的志向可是很遠大的 你沒怎麼高 我要很多很多金馬 少做夢了 快把球還給我 哼 那你拿金馬來換啊 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們最近湊了很多金馬 把球給我 金融 既然你主動找上門來 那我們就好好招待你一下 師父 我們好像來的不是時候啊 這次玩砸了 沒算準對方人手 先找機會逃出去 要不把球給他們吧 就這麼給他們了 我的面子玩耍哥 老兄 慢點 你也是 好像也不是不能一戰 太亂了 這樣只能傷到自己人 你們還好吧 還撐得住 燕坡 我們有傷在身 先退出戰鬥 再掺和進去 指揮更多 好 空翼 軍任 你們戰鬥經驗豐富 就由你們來指揮作戰 大家聽我命令 各手一個方位 將金融困住 縮小包圍圈 讀取朝延柱 暴獵出擊 暴獵便行 朝鷹多重飛山 兩個飛車一族 絕不放好一個 不好 大家後退 不就一個破球嗎 至於這麼勞勢動重的嗎 你不懂 這叫體育精神 你要幹什麼 我還是要進球了 這是 零一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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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吧 這是我們為你準備的禮物 金不金血 靖容剛才說 你們湊了一筆錢 嘿嘿 沒錯了 這個定制煙花 是我們湊錢一起買的 你喜歡就好 你喜歡就好 成語道快走 師父我在這兒 那這個是 那是飛山會爆炸的 爆炸 那扇門是通往海底禁區 這下夠他們瘦的了 別管那些了 現在是生日派對時間 沒想到你們居然還記得我的生日 當然得記住了 你是我們的朋友嗎 嗯 我們是朋友 謝謝你們 一直以來 我都沒什麼朋友 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一起過生日 所以零一 以後你有什麼心事就跟我們說 朋友之間應該坦誠相待 就是 開心的時候就一起笑 遇到困難了 大家一起解決 接著這歡樂的時刻 讓我們跳起來吧 夜破老弟 我這支舞跳得還不錯吧 很好啊 夜破 夜破 吃零風 你沒事吧 師父 師父 快醒醒啊 我們在哪兒啊 我們被傳送到黑尼禁區了 這次他們人多 輸了不丟人 下次我一定將他們逐個擊破 我 眼下還是先逃出去再說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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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段垮掉 这个登场也太不帅气了 那也是没办法的吧 这里可是垃圾场 灰尘太多了 抱歉 我们降落的时候 应该再小心一些 没关系 不必在意 灰尘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危险嘛 感觉和一般的垃圾场 没什么不同的 小游 切不可掉以轻心 万事谨慎为好 嗯 就是啊 小布点 没准儿 等会儿这会冒出什么吓人的东西呢 哈哈哈哈 灰尘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的 这样简单的 我们再往前走走看 小姐 有我来开路吧 嗯 往右走 呃 不 去左边看看 唉 都按约定给你们直播 这次灰尘之行了 还不快点躺下好好休养 我们有在好好休养 坐着躺着也没什么区别嘛 不听话就不给你们看了 啊 这还差不多 你们 啊 什么 怎么突然这样了 这里位置太偏僻 信号太差 我们和外界失联了 啊 啊 怎么只能挂视频啊 是我们刚刚讨骂了吗 受损灵固件已扫描完毕 即将进入机械修复 啊 啊 啊 近点儿近点儿 这个时代修理店的技术 可真是比未来粗暴多了 没有人接 是不是飞能他们遇到危险了 我觉得不太像 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 要处理吧 你别着急 我们俩现在呢 分开是个半残废 合在一块儿 就是一整个残废 又帮不上忙 为了他们一时顾不上我们 很正常了 还是没有信号 啊 啊 这里不会真的就是个垃圾场吧 怎么哪都长得一样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可呼吁坐标显示的位置 就在这里 哎 幕后黑手 总不会是在垃圾堆里 制造出那些网络问题吧 飞轮 快看这个 这是 超世界用户的装备和爆能发射器 这就和辉玉那些传闻对上了 确实有不少人来过这里 并且蛇在了半途 蛇在半途 那我更要来床上了 看谁拦得住我 老柔 小心别碰那些垃圾 还觉得来错地方了吗 我之前只是在河里的质疑 质疑说明了我在思考 思考才能接近真相嘛 鬼便 小心 呃 呃 呃 白夜 啊 这是并无数据 不快点听成的话 将会扩散至白夜全身 让我来 你还好吗 都是我害的 我太不小心了 啊 我没事的 不必自责 看来我们脑出的动静太大了 将敌人吸引过来了 来了 才说明我们真的找对的地方 想伤害我们的伙伴 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 那就开战吧 暴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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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狂笑 神明狂笑 哈哈 你们的攻击太拙烈了 熔岩护想啊 太弱了 是给我挠痒痒吗 来吧 该轮到我了 满天飞雨 哇 赢了 干得漂亮 打得很精彩 多谢夸赛 对我来说 只算热身罢了 通过他们体内设定的程序路线 我们便能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从未来过来 这样召给我们的任务之一 就是保护飞伦和清风 可是看看现在 我们丧尸的战斗脑里 飞伦他们又拥有了新的伙伴 我们真的还被需要吗 我 从来都没想过这些 空翼和巨人那么厉害 一定能比我们更好的保护飞伦他们吧 这样也就够了 不行 我要去挥运找清风 我要证明 就算我的实力不如巨人 你还是能够守护好清风的 我和清风的关系 无人能够取代 等等 就算你要阻止我 我也 我和你一起去 走 走 走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一个人出现了幻觉 还是我们刚刚真的进去过了 我们的确进去了 但是回到了这里 再试一次 这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回头的路也走不了了 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儿了 请风小友冷静一下 总会有办法的 你也在担心吗 在找到办法进去前 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 我怕赤凌峰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着急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停缓 好好休养的 这是什么 之前有这个吗 动了 复制这块地面 我知道了 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 这是魔尺 它相当于是这里的地图 立方体升起 代表树林升起 我们刚才没有拿到它 所以才会一直循环 但现在 机关被触发了 原来如此 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 什么意思 工厂内部和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被困在了入口 还有这种操作 为什么会于入口 要弄个这样混小人的假象 此中必有凶险 我们小心为妙 我见过这个 我母亲的资料中 有和这个很类似的魔尺岛 全部需要解密成功 才能离开这里 超市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岛 我还以为这个设计是弃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出现在这里 走 过去看看吧 我来带路吧 您看 倒计时 倒点了会怎样 看看前任的下场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们得赶快了 变了 你们玩过推箱子吗 是不是需要推动墙壁 让突然全部显现出来 应该没错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 早知道就不说话了 随便碰运其实行不通的 我们得选中正确的模块 这上面也没写该推哪个呀 写得很明确 它和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同步变化的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推理出 需要挪动几块墙面 才能让地面的图案完整显露出来 你们俩不用理解 听指挥就行 这块往前推一格 那儿往左拉 两格 我看出来了 是月亮 还亮了 这 这又是哪儿 怎么突然变成一片冰了呀 难道是众力平衡 好快 好快 别闪了了 快回来 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关卡 这是一个平衡机关 众力势核会出现危险 空翼 控制住他们 虎强被激光包围了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我明白了 这是重力平衡坐标 必须让它移到稳定的位置 才能破解机关 请你指挥 你俩 在这里保持不动 空翼带飞轮去那头 我们去反方向 不行 根本站不住 怎么会这样 一定要想办法 定住这个坐标 明明设置了规则 却不按规则进行 怎么感觉 像是有人在原本的关卡上 添加了新的障碍一样 巨人 空翼 白夜 你们准备向地板全力攻击 明白 快 往坐标跑 又又出来了 继续前进 好 到几时只剩下三十秒了 那有个传送门 我们得抓紧时间过去 走 这鬼地方 不会突然传出什么来了 时间紧迫 我们速战速决 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不就是人多吗 不怕你们 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竟然能复活 时间不得人 快 解决掉他们 全力冲向传送门 爆裂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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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战斗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病毒 这里被人刻意植入了病毒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时间快到了 突围 去传送门 绝人 快救我 救命啊 先停住 白燕 带我上去 小心屏障 走 走 减灯 翘 不 我想我们是到了摩石岛的终点 终点 好哎 终于通过摩石岛了 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这什么情况 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吧 一会儿落叶 一会儿冬天 一会儿春天 这岛可真神奇 什么季节都有 什么季节都有 一 你怎么了 就算成功了 他也好可怜 谁啊 这个小人 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 不停不停地闯关 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 他一定觉得很孤单 我们不难过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谜游戏 那里会有日月交替 会有四季的变化 好 我马上就来 是日月交替也好 四季变化也罢了 根本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 黑白 他根本就不懂 我说的不只是小人 还有我自己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 他竟然记住了 这里是灵灵 这段影像是封印灵图全线前紧急录制的 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 超世界里负责安保的那台超级计算机 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 诞生出一个名为灵图的自我意识 他以AI机器人的形态存在于超世界中 灵图吸收了太多人类的负能量 对人类充满厌恶和憎恨 要是方神不管 必定会对超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危险 所以那个幕后黑手就是 灵图 我不确定拿到彩蛋的你是谁 但我希望是我的女儿 依依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 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 把他们拼成该有的模样 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 得到他们 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 妈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妈妈始终都相信你 这座魔石岛 原本是想作为礼物送给你 但灵图的成长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只能留下这段录像 请一定阻止它 我在太空 哦 这里原来就是灵灵设计的 难怪有这么多灵依擅长破解的关卡 然后灵图霸占了这里 为阻止外人进入 就在关卡上又添加了障碍 原来如此 那我们 接下来 我当然是继续往前走 按照妈妈说的 拿到变形晶片 阻止灵图的阴谋 妈妈 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称呼它 不止你 还有我 何清风 我们一起 消灭灵图 维护超世界和平 没错 灵灵 屏蔽装置 原来你早就开始防备我 好 你等着 终于从墨池桃里出来了 真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玩秘诗桃图 这时候还不能放松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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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小一点 他们就不能把我们走宽敞点了 小心 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哥哥 你太紧张了 就算真有小兵什么的 我们也能够轻松将他们打败 没那么简单 大家的今天 都因为刚才的战斗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用来充能的金马 也见底了 你们看 灵一 你的爆能发射器怎么坏成这样了 我的爆能发射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 这是我捡到的 哦 不过都坏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用 可不一定没用 果然 他还保留着这些数据能量 可以被提取出来 只有这一点能量 能干嘛 击少成多 聚杀成塔 有道理 我们快多收集一些能量 哦 之前怎么没想到 利用这些转换金马的能量啊 算不利用嘛 成功了 什么声音 我的金马 我的金马不见了 你们有转换到自己的账户上吗 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操作 有小偷 这里就我们几个 哪有小偷 就是有小偷 周围找找吧 是不是掉哪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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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们看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着 啊 啊 是谁 快出来 干嘛拿我 这人鬼鬼祟祟的 砖投我们精满 说不定是和金融一伙的 他神出鬼没呢 肯定是吃准了 我们拿他没办法 嗯 嗯 小姐 你们看前面 啊 前面有光 或许是隧道的出口 太好了 终于能出去了 我看没那么简单 搞不好是个陷阱 老友 你的嘴就不能说点好事了 不管怎样 先过去看看再说 大家提高警惕 随时备战 嗯 这是 让我来 打不穿 不会又是什么密室逃脱 要找机关的把戏吧 不是机关 是代码 这些代码说什么了 今天也是一个人 谁也别想过去墙那边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不能有人通过 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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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好无聊的代码 听起来像一些无聊人的土鸦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出口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出口 小姐 大家小心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小心 这些锁链像有生命一样 一定是有人操纵的 听着 休想到墙壁那边去 可恶 这些小链像有生命一样 一定是有人操纵的 听着 休想到墙壁那边去 可恶 等一下 我正在找突破位置 突破 老朽是不可能 让你们突破的 从来没有人 可以去到墙壁那边的 这个墙 是坚不可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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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伦 我或许有办法 哥哥 我快挡不住了 你以为老小年纪大了 就反应迟钝了吗 这下 看你还能怎么办 快跑 再来 这边 哥哥 慢点 要撞上了 都荒无择路了 这 这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穿过去 我已经破解了 这堵墙的代码 现在谁都可以通过了 不可能 谁也不能通过这堵墙 谁也不能 趁现在 爆叶出击 有个人 不可能 不可 不可能 他不可能 不可能 能不能 不可能 把人 你输了 你们 你们不是穿过墙去了吗 那是我用戴马做的假墙 什么 原来是这样 你是谁 为什么要顾及我们 老朽 也是刚刚回忆起来 自己究竟是谁 这面发光的墙壁 其实是一面防火墙 老朽就是防火墙的管理员 老朽的工作 就是守在防火墙前 不止漏洞和病毒外漏 可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神秘的黑影 强占了魏鱼 自那以后 老朽不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 而是转为将所有意图进入灰域 闯过防火墙的人类 全部剿灭 直到你们出现 将老朽唤醒 真的很感谢你们 否则 老朽 刚才一路攻击我们的AI小兵 也是那个黑影的属下吗 是的 那控制你的那个黑影 到底是什么人 老朽不清楚 甚至他是不是人 老朽都不敢断言 老爷爷 既然您是防火墙的管理员 那是不是可以用您的权限打开墙壁 放我们过去 哎呀 老朽也很想帮你们打开防火墙 只不过 老朽的权限 已经被那黑影取消了 什么 完了完了 那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先别急 老朽是没有打开防火墙的权限了 但老朽还有别的办法呀 啊 真的吗 嗯 嗯 嗯 老爷爷 您这是 老朽卷进了我体内全部的能量 为你们强制开启防火墙 就当时为老朽刚才攻击你们道歉 嗯 你没事吧 哎呀 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嗯 哇 这么多金马 这些是给你们的谢礼 感谢你们让老朽 回忆起了坚持 守在这里的处处 老爷爷 你不要死 老爷爷 嗯 不小心睡着了 咳咳咳咳咳咳咳� 哎呀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赶紧走吧 我也是回去补教了 哎呀 真是年纪大了 打一仗全神 要酸背痛的呀 嗯 困死了 啊 啊 谢谢你 老爷爷 那个老人家真是有趣的人 哪里有趣啦 装死吓唬我 我都哭了呢 超死界里哪会有真正的死亡 你是自己笨 开仓他送了我们这么多金嘛 我就原谅他吧 我们在这里耽搁太久了 快走吧 你终于出现了 集中 我来了 住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费伦 你不认识我了吗 欢迎来到超世界飞车夺金赛的现场 本次比赛将会异常惊心动过 好玩有趣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赛道 而是加入了道具盲盒的未知赛道 不仅需要选手拥有高超的赛车技艺 更需要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 并且 这次的选手队伍是由著名飞车手 和他们的本司组队而成 请欢呼吧 让我们用最大的热情 来迎接本次特邀嘉宾 最具有实力 最闪耀夺目的 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维伦 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你 你 你好 我 我 我 别紧张 我崇拜你 谢谢 我也想和你一样 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其实 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没那么好当 既然有梦想 就好好加油吧 说不定 这场比赛 就能成为你的出道赛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飞车手们 朝着终点的晶片 出发吧 不愧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一举多像本场第一个道具 什么 艾伦竟然放弃了 能让对手打滑的香蕉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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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 无敌新兴道具 这位选手 可以获得长达五秒的无敌状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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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 居然超过了飞轮 这位选手 难道是本次赛事最大的黑马吗 两辆车同时加速了 今天最终会花落水手呢 怎么回事 难道是要出现史上第一次双冠军了吗 是因为风铃乱跑而且还挡住了飞轮冲线才导致飞轮操作失误的 就是我家飞轮哥哥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按他的实力肯定能轻松获胜 我现在合理怀疑 那个叫风铃的是收了什么人的黑钱 故意装成粉丝来捣乱的 我没有捣乱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捣乱 我真的没有 超世界连接成功 主人 AI小月助手检测到您需要帮助 小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证明自己 请稍等 大数据寻找号码并不困难 是你 那个 关于比赛 我想说 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 可是网上都在说我 别伤心 我去帮你澄清 当时我的飞车出现故障 所以才导致了失误 与你无关 真的吗 你叫风铃对吗 嗯 风铃 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飞车手 我相信 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 等事情过去了 我想邀请你好好再比一场 关于这次事故 我要向所有观众表示道歉 我的飞车出现了故障 大无影事件 飞轮竟然公开道歉了 但他似乎有无法说出的苦衷 让我们来看看 飞轮到底想说什么吧 原因我也不知道 请大家明辨是非 谢谢 太明显了 飞轮意有所指 这场比赛就是有人捣乱 会是谁呢 这风铃真够坏呢 飞轮都亲自下场说明了 还不承认 叫人吧 我们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飞轮在最后想要加速拉开距离 避免和风铃相撞 我们顺时就控制了风铃的车 飞轮的长青视频已经经过处理 这样一来 飞轮的粉丝更加相信我们的话 正在对风铃口诛笔伐 飞轮发的完整视频 全网都找不到了吧 是 已清除干净 很好 开始下一步行动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要把你这个绊脚石彻底毁掉 曾被誉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飞轮 在一场比赛中 因失误被粉丝撞车而失去冠军资格 事后 他居然引导其他粉丝来网爆那名粉丝 有爆料称 飞轮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称号 是某飞车战队为他特意做的营销人设 起初 飞轮说还要加入战队 结果在人设树立成功后 凭借着人气单方面毁约 像飞轮这种人品恶劣的飞车手 还能让他继续待在超世界里吗 光天化日 竟敢弄假人事骗我们 还让我们去网爆 纯纯是在利用我们 那个风铃也太可怜了 这种骗子 怎么还能在超世界顺风顺水啊 飞轮 你就是个骗子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错了 当年的事跟我哥哥完全没有关系 他真的在包你 你根本没有引导什么广报 够了 不想听你解释 他是你哥哥 你永远站在他那边 我只站在真相这边 是你没有明白 听到的清清楚楚 还不够明白吗 我原本以为 你也就是个道魔矮然的骗子 没想到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 只会躲在地底背后的胆小鬼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说的有错吗 他连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他没有错 我不想听任何废话了 集中 我准备好了 举刃 白夜 谁也不许动手 你一个人还想跟我们打 有本事多找点人来 你可别乌鸦嘴 我这张嘴啊 光临 怎么办 我们撤 有本事别走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 这就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 大哥 跑了一个 搞清楚我们的目标 你害我都忘记了要说什么了 反正 都给我上 放开战斗 没完没了的 军人 以色情解决吧 熬在我身上 我也想和你一样 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我们是不是以多其少了 怎么会 那我们再加点难度 也无所谓呀 明白 找应当 雪服 给我上 不能再退了 我们得往前进 是 飞轮 想起哪儿啊 我在刚刚来呢 少说废话 上帝上 雪人 我看到了小布点 雪服 你干什么呢 战斗啊 雪服 快去帮忙 唉 带不动 真累 飞轮 我们该怎么办 必须先去下一关 只能 硬闯 空翼 尽全力吧 抽到 雪人 一体上 白燕 做掩护 好啊小姐 漫天飞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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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不住太久 大家 快停下 小姐 空关的路就在这边 大家快跟上 快走 快 趁他们还没追来 我们赶紧躲起来 啊 清风 你没事吧 啊 啊 这里 像是一处废弃的街道 奇怪 这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这个玩意儿 要是掉下来就破玩了 啊 巨人 你可真是个乌鸦嘴 站住 别想逃 这是哪个人才干的 还不赶紧想办法 好 好 蓝牛 成熟一点 别让后辈们看笑了 数据垃圾的类型还真是多种多样啊 居然还有会飞的 这里是短视频大厅 短视频大厅 不是位于超市界的娱乐区吗 可这里是辉玉 但是这里的布局 和短视频大厅一模一样 只是 看起来比较成就 而且这里居然里 一只烧烧兔也没有 也没有那些泡泡房间 屏幕怎么亮了 妈妈 这种视频风格 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这不是我们当时玩的版本吗 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会把生活中拍的照片和视频 都上传到这里 和朋友网友们分享 是啊 那真是一段纯粹又快乐的时光 你俩可是最早一批 进入超市界的飞车 难道 这是个旧版的短视频大厅 妈妈 林依 这些只是影像 这些视频都是妈妈被困那段时间发出的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遭到了屏蔽 从而变成一堆数据垃圾 这么说 这里就是一处垃圾堆放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座大厅 还有大厅外的整片建筑 都是被淘汰的旧版本 难怪这么破 小姐 这边有出口 现在我们该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 总之 先离开这里吧 或许 有一个地方 能帮我们摆脱追兵 只是 他们进来了 看来 只能试试了 你们跟我来 给我站住 风铃 我们都跟踪他们一路了 你是在担心飞轮吗 才没有 他被抓住才好呢 给我仔细地搜 这次 绝不能放过他们 是 这样躲躲苍苍的真憋屈 不如直接跟他们干 冲动是魔鬼 灵异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你们看 是天台上方的传送门 但是 他们都好破啊 我的推断果然没错 这里汇聚了超世界 各个旧版本的场景 所以灵异 你是想借助那些传送门 摆脱追兵 其实 我也没多大把握 只是这里地形混乱 金融又追得太紧 所以只能冒险试试了 可眼下 想去到天台上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瞪大你们的眼睛 仔细找 他们肯定在这附近 看来只能掉虎离山了 我去引开他们 算我一个 白夜和空翼 善于飞行 正好与敌人周旋 也方便逃脱 空翼 准备行动 哇 大哥 你今天看起来好气盼啊 嘿嘿 那是 好小子 原来你在这里 快抓住他 干掉他 干掉他 别忘了还有我 先抓住他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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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到底先抓谁啊 看到谁就抓谁 巨人 快 怎么都是坏的 哥哥 你们到了 抓紧时间 这边虽然被引开了 但很快就能找到这里 可是 这里的传说门 好像都失效了 灵异 你快想想办法 抱歉 我没想到会失效 这些装置太旧了 我 毕竟灵异也是第一次进入灰宇 肯定没办法面面俱到 等等 果然是这样 这些光球都是散落的数据信息 只要找回合适的数据 传送门一定就能恢复使用 原来如此 这都能被你发现 灰宇不会是你家吧 真的成功了 又是一枚彩蛋 依依 聪明如你 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这片区域 是为你打造的专属空间 也是我一直想送给你的礼物 妈妈 建设超世界的任务 秘密而紧迫 很抱歉 这些年不能留在你的身边 陪伴你 也很抱歉 妈妈没有守护住这里 让灵徒轻战了去 依依 这枚彩蛋 代表着我在与灵徒的对抗中失败了 而你是最后的希望 这片区域的深处 藏有两枚必杀金片 那本是我要送给你的小惊喜 但现在 它将是打败灵徒的重要武器 依依 拜托了 替妈妈守护超世界 别走 我 某种程度上说 灰御居然真的是你的家 想不到灰御里 还藏有重宝 要是风铃 你能拿到这两枚金片 那我们就谁都不用怕了 灵翼 当务之急 我们先离开这里 你们这群讲话的家伙 差点让你个溜辣 哥哥 现在怎么办 只能冲进去了 总算能出过恶气了 居然 别冲动 我们现在是在逃命 起风 你快进去 要走 大家一起走 没事见婆婆妈妈了 神明狂象 李依 快 长蝇刀 拦住他们 三丑飞山 贝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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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了 可恶 就让他们跑了 别着急 大哥 还有西萨呢 他们跑不了 但愿他能成功吧 我可不想再被老板骂了 风铃 我们不追上去吗 不 追着跑只会慢人一步 必杀金片 我势在必得 又解开了一枚彩蛋 不愧是玲玲的女儿 居然有着和她如此相似的思维模式 有趣 有趣 哥哥 你可算来了 是吧 终于甩掉他们了 灵依 还是你有办法 我们只是暂时脱离险境 金融他们很可能会找到这里 不怕不怕 只要找到那两枚变形晶片 我们就所向无敌了 但愿如此 不过眼下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伙计们 前面有扇门 我猜 一定有惊喜在等着我们 惊喜 别是惊吓就好 秦枫 有敌人 好多敌人 只是雕塑而已 什么嘛 吓我一跳 这好像是一盘棋 会不会有什么玄机 该不会是什么可怕的机关吧 你别说话 你个乌鸦嘴 我只是提醒一下 你还说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没劲 算了 还是先进去吧 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没人能挡得住我 谁来拉我一把 你不是很厉害吗 九州 还是避开这些棋子吧 俊仁 你行不行啊 当然没问题 哇 这盘棋好大 真的能下棋吗 别管这些 先找出口吧 嗯 我们被包围了 孔毅 飞过去 小心 没事吧 你们 完了 这下真的跑不掉了 看来只能硬弓了 暴力出镜 神明皇孝 漫天飞云 主人 看你的了 这不科学 不是吧 还来 看来攻击对他们是无效的 上面的 快拉我一会儿呀 老游 你安全地待在那里 可能更安全 小姐 小姐前面 左边 老游 老板 想不到这盘棋居然藏杀姬 有意思 我只是稍微动了些手脚 来增加一些看点 我去把他们抓过来 不 棋还没下完呢 这场戏 才刚刚开始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哦 那我就继续看戏了 灵灵 就算你的封印 经过多重加密 我终究还是找到了 解封的关键 累死我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小姐 快走开 消失了 白旗是被黑旗吃掉了 难道 灵意 别愣着 小姐 灵意 怎么又来估计我们 果然是这样啊 救命啊 你们快停下 停下 你干什么玩笑 这些棋子 并非是在有意攻击我们 是我们的移动 触发了棋子的预行机制 真的不动了 不可算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可怎么办 想要解决挡路的棋子 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 用蛮力 是没用的 棋子的操纵规则是 我们移动两格 棋子移动一格 灵意 这次又全靠你了 我们可不会下棋 其实我也没下过 但小时候 我跟妈妈学习编程的时候 玩过类似的游戏 只要计算出棋子的行动轨迹 就不会受到棋子攻击 哥哥 你还记得 刚刚棋子是怎么移动的吗 你们俩跟着我就好 这里的棋子太多了 估计绕不开吧 那就消灭它 真的被吃掉了 灵意 你真厉害 看来这盘棋 我们要赢了 现在除掉那枚棋子 那是 是影像存储器 肯定又是一枚彩蛋 之前我们两次发现彩蛋 都是通过影像存储器 这次彩蛋 似乎给的也太明显了 小心 抱歉 我刚才有些激动了 别急 灵意 我们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来吧 嗯 我要监禁那枚棋子 这次 我需要你们配合我 嗯 左一两格 灵意 去吧 我到了 快打开 妈妈 这什么地方 这些闪瘦的光点 好像是一处坐标 这个坐标 就在棋盘后面 等等 灵意 前面的区域我们还一无所知 你这样贸然进去 可能会有危险 那又怎样 我妈妈就在眼前了 难道你让我置之不理吗 我 灵意 你妈妈的事我们都很关心 必须 动了 不要假惺惺的对我表示同情 我知道你们真正在乎的是荣誉 是冥望 是胜利后的优越感 灵意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还有你 整天就想着吃 头脑简单 心为幼稚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灵意 你什么意思 我要我这么差吗 你现在知道我对你们的真实看法了吧 所以不要再阻拦我 白夜 我们走 小姐 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关心 走 灵意 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 那我们一起 别忘了 我们是一个团队 如果有危险的话 我们也能 对了 灵意 你做什么 你们不过是一群拓有品 跟着我指挥暗示 你们挽回直走 就能到达关卡入口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 对不起 飞轮擎风 我不能连累你们 快躲开 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 空忆 快拦住他 灵意 妈妈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灵意 没用的 哥哥 现在怎么办 要不先返回吧 不 我们不能让灵仪独自复险 他刚刚这么对我们 我们干嘛还要在乎他 灵意不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不想 我们跟他附险 所以才放手狠话 所以 我们现在是要去找灵意了 嗯 可是哥哥 这棋 你懂怎么解吗 只能试试 哥哥 这样太危险了 没办法 危险也要是 灵意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快躲开 哥哥 现在是往哪里走啊 你快停下 哥哥 我们还是先返回吧 等等 我好像看出一点门道了 清风 你向我这边迈出两格 哥哥 你确定没走错吧 快 小布丁 别怕 有我呢 哥哥 是对的 接下来 走这 果然是这样 清风 你跟紧我 好 这盘棋 总算活了 我好像也知道方法了 我做到了 不错嘛 小布丁 清风 先别激动 这盘棋 还没下完呢 最后这几步 就交给我吧 下一步嘛 走这 怎么回事 清风 你刚刚那步是错的 你还真是不近跨呀 现在怎么办 快跑 不是吧 就错了一步 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 是狗王 这家伙也太大了吧 糟了 这下跑不掉了 是时候发挥大个子的优势了 军刃 真有你的 这下糟了 快 往中间跑 中间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空翼 看你的了 神明狂笑 神明狂笑 神人 龙江炸裂 不是吧 这还怎么打 空翼 你怎么样 快撑得住 只是这样下去 我们毫无顺算 只能被动挨打 抱歉 让你们陷入这样的困境 这没什么 我和之刃 什么大风大龙没见过 不都请过来了吗 再说了 咱们是战友 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 本就该冲甘共苦 谢谢你 空翼 好了 现在不是山晴的时候 我们的处境 还没有你们糟糕 你的意思是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 现在我们得离开这儿 看到了 可是现在 我们被包围了 我们很难突破 可惜 我现在翅膀受伤了 飞轮 是凌风 他们怎么来了 金方 是我 燕破 是燕破 他们有危险 等有 快闪开 空翼 你 飞轮 我想办法了 你是说 嘿 哪有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 有何指示 一会儿龙棋盘 最接近出口的时候 我们一起发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发力 发什么力 当然是发力 打败国王和他的棋子冰 他们全部过来了 军人 别愣着呀 快跑啊 空翼 你是想把我和清风送出去 这是当下不义的办法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没事的 别忘了 我和巨人 可是超世界地打不死的英雄飞车 不 空翼 我们说好了 一起同干共苦的 军人 你怎么还不跑 他们需要 就是现在 空翼 再见了 清风 军人 烟破 做好准备 小心准备好了 空翼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是个笨蛋 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居然 居然 飞车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烟破 快放我下来 飞轮 现在不能感情有事 烟破 你 没事 我们没事 你们的伤劲是怎么回事 飞轮 你们这一路是真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精神体会了 你们 是从飞车修理店里偷溜出来的 走 我们回飞车修理店 现在就走 哥哥 我们还撑得住 不行 你们现在非常危险 必须回去重新治疗 只有先治好你们的伤 我们才有机会救他们 又是一条岔路 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 小姐 我们已经在里面走了半天了 到处都是奔岔口 感觉不太对劲 既然来了 那就只能一探究竟 可是 这样来回兜圈子也不是办法 只凭那段影像 根本无法判断出夫人的位置 不如先返回 我只是担心您遇到危险 有人 我都快绕晕了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那人被关押的地址 他说的是妈妈 行了 那我知道了 小姐 不要 人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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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昨晚工作得太晚了 是你们呢 所以呢 还是得修复彻底才行吧 看看 你们俩这台溜走没多久 就又需要修复了 行 交给我吧 这回伤得这么严重 光靠机械臂是无法复原的了 得我亲自上阵 那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取下损坏的零件了 原来是修复舱上的零件啊 搞错了 搞错了 工程师 清醒一点 超世界现在遇到了可怕的危险 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别咬了 我马上修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金马仓库 好东西可真不少 这都购买下半个超世界的了 不过像必杀晶片那么特殊的物品 一定不会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往里面走 是他 他来做什么 是他 倒要看看 他究竟想做什么 快点 怎么这么慢 怎么只是他一个人 擎风和飞轮呢 妈妈 等我 妈妈 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白燕 快 抱歉 小姐 我的攻击似乎无法击碎这个空间 说到底 这也不过是一堆数据 既然打不破 就让我用程序来破解 那是什么 小姐 你怎么了 妈妈 小姐 把白叶处理掉 等传输到百分之一百 你头脑中的信息 就能被我掌握 淋淋留下的彩蛋 将会被我全部破解 小姐 别动 强行拉开他 会对他的脑部造成 不可逆转的伤害 怎么多出来两个 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你 这果然是个陷阱 那不是真正的灵灵女士 小姐被骗了 你们要对小姐做什么 也没什么 只是想获得一点点的脑部信息就好 所以 别赖事 朝阴刀 暴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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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车 丘子 有我在 任何人别想伤害小姐 干什么 二打一 以多其少啊 长营刀 三重备身 拖住他们 真是麻烦 还得救他 休想 想阻止我 就凭这点伎俩吗 打吧 打得越紧了 留给我的时间 就越是充分 快了 就差一点点了 居然会这样 我真是低管你了 没想到你的意志力 能抵抗到这种程度 即便已经深入了大脑 轻易还是无法获取到 完整的脑部信息 不好 数据开始反噬了 得赶快切断灵衣 和那破透明照的连接 好应当 趁现在 到底怎么才能安全地 分开他们呢 站住 好了 情况紧急 只能试一试了 既然是数据能量 困住了他 那么说不定 也能用数据能量 使他正突 小姐 小姐 你还好吗 等你的小姐知道自己笨得中了骗局 想来也不好到哪去 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白了吗 假的 你们竟敢骗我 我妈妈到底在哪里 怎么做 领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该处理的 都处理掉吧 放心吧 老板 关心你妈妈之前 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真是舒服多了 你别乱动 可是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虽然没办法完全 解析他们的代码 但通过一些 相似的代码构成 我帮他们恢复了 三成的实力 谢谢 不过 这只是权益之计 如果再出现 严重损伤的话 可能真的会 彻底报废 邮件已复原完毕 秦枫 之前张张发来的 那封邮件里 损坏的后半段 修复好了 快来看看 虽然很难过 但是的的确确是 发生的事实 未来世界中 暴裂飞车们 为守护超世界 和灵土展开了大战 不幸的是 所有飞车 都牺牲了 包括赤灵风和燕破 所以 灵狱的灵狱 灵狱现在有危险 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 快点过来 白燕 灵狱的情况不妙 那还不赶紧出发 你可以吗 随时准备着 你们确定要冒险 确定 看来 我们只能共同迎战了 做梦也没想到 会和你一起战斗 别废话 集中 白燕 我们上 穿到你了 小心 超硬刀 给我炸 师傅 给你看烟花表演 星沙 你在苗哪里 眼睛是长歪了 对不起 主人 小姐 你没事吧 居然搞偷袭 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 准备好反击了吗 当然 星沙 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实力在我们之上 风铃 打配合吧 我也护你 听我口令 三 二 二 一 就是现在 师傅 别过 别过来啊 对不起 主人 我大意了 一个个没用的东西 滚开 这可是我的地盘 我不允许有人在这里嚣张 看看你们能冲到什么时候 不愧是西萨大人 太明智 太周密 太 太阳 有时间废话 不如赶紧干掉他们 超音刀 水够了没有 时刻准备着 要撑不住了 别说话 吃梨风 烟波 吃现在 快走 我们坚持不了太久 你们先走 我算后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位置 是他 发来的信息 谢谢 我可没打算谢你 你们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这个说来话长 又被他们跑了 什么跑了 快追 事情就是这样 幸好我们赶上了 你们也太省强了 放心 我们身体好着呢 烟波 烟波 什么 哪里痛 这是星煞的刺 有毒 我发死了 有点臭晕了 原来是这个 怎么会这样 没事 小声而已 快让我看看 还有没有没发现的 你也给我看看 你们绝对不能再受伤 一点也不能 清风 他是怎么了 未来世界中 暴力飞车们为守护超世界 和领土展开了大战 不幸的是 所有飞车都牺牲了 包括赤凌峰和燕坡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许应来 必须保护好自己 才能长长久久地活着 清风 大家现在都没事 可是 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的背 别碰我 对不起师傅 叫什么叫 赶紧照燃 就这么大的地方 我看还能藏到哪儿去 别躲了 我看见你们了 师傅 好严厉 但是 他们在哪儿啊 这是计谋 计谋 懂吗 我也来 干什么蠢事的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被发现 得找个更倚弊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个监控盲区 跟我走 你怎么不早说 来了 都别动 你们就躲在这里 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被发现 那你呢 我去引开他们 你们找到机会 立即撤退 看什么呢 我在这儿 超音刀 给我抓住它 别跑 行善 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 是 主人 我怎么突然 有点感动呢 他一定会没事的吧 你现在还难受吗 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又不是第一次站到 真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 给我看看 飞伦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们 从小女场出来 你们就很不对劲 飞伦 我们是伙伴 伙伴之间最重要的 就是坦诚 我们并不想瞒着你们 是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有啥不好说的呀 哥哥 我不想瞒了 他们有权知道 张昭 在邮件中告诉我们 在未来世界 所有飞车 全部牺牲了 所有人 都没有成功阻止领土 包括你 我 我们 所有人 多大的事啊 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所以 你必须保护好自己 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 但我们看到空翼和巨人前辈拼出性命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付出一切的准备了 没错 飞车是不怕牺牲的 这是我们的觉悟 可 我们连灰狱的终点还不知道在哪 这仓库不就是吗 我母亲留下的彩蛋里说过 终点会有两枚变形晶片 但到现在 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一定还存在 我们不知道的区域 排除一些不可能的 剩下的 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是真相 什么意思 灰狱的终点是间房间 既然房间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只能证明 那还不是真正的终点 走 回去看看 大家小心 风铃 你没走 你们也没走 你怎么会在这 你们不也在这吗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 我头都晕了 你其实是为了甩开我们 才说要去掩开敌人的吧 你刚才是骗我们的 亏我还敢动了那么一小下 敌人确实被我支开了 怎么能叫骗 虽然你这人有时表现得不那么真诚 但我相信你救我的时候是带着真心的 救你 怎么回事 当时我中了 我当时是风铃唤醒了我 其实他人挺好的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还会做这种事 我才不是救你 我是觉得你枉费了你母亲的一片苦心 顺手 那么作罢了 哼 还破坏了我原本寻找必杀晶片的计划 你 你怎么知道必杀晶片的 所以你的计划是 与你们无关 风铃 如果我们之前有过节 是我的不对 但这两枚必杀晶片 关乎到超世界和全人类的未来 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 哼 凭什么 我不关心遥远的未来 我只想变强 然后超过你 我才不和我的对手共享信息 未来 所有飞车都会被灵徒赶尽杀绝 包括集中 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 才有可能改变一切 母亲留下的彩蛋信息 已经很明确了 灵徒就在辉玉的终点 你知道 究竟怎样才能到达 真正的终点吗 去那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看问题 不要只看表面 让开 这 才是灰御真正的终点 都注意这些 据说在这里掉下去 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不能再登陆超世界的账号 并且系统会抹掉 你在超世界的所有的痕迹 太恐怖了吧 这就是 灰御真正的样子 他们 好像都不会动 智能精灵 你们终于还是到了这里 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 灵徒 哥哥 他和我们家的智能精灵 找的叶母一样哎 别掉以轻心 这是个很危险的敌人 灵徒 我妈妈到底在哪儿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别装了 妈妈的昏迷和你逃不了关系 既然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 那你一定知道些什么 快告诉我 他 已经死了 你胡说 人的意识在超世界待了这么久 早已经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怎么没可能 他的大脑还保留着神经反应 只要让意识回归肉体 他就可以苏醒了 所谓的神经反应 是来自于超远眼镜带来的刺激 就算让他的意识回归肉体 也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你骗人 白雁 等等林医 小姐 吃力包 收到 林医 妈妈一定还活着 等我打败你 我就能带妈妈回家了 欺骗 陌弱 人类的裂根性 始终都存在于基因中 睁开眼睛 看清现实吧 我就说你们跑不了的 我就说你们跑不了的 不行 敌人太多了 等等 他手上的是 密杀晶片 是那个智能精灵 在为他们不断充能 一阶段实战数据收入结束 一阶段实战数据收入结束 与预测匹配度 对不起 原来 这才是你暗中收集能量的真正目的 我诞生自超算 超世界本就该属于我 灵灵那个女人 不配做超世纪的主宰 我才不会让你得仇呢 看招 冲啊 燕破 讨厌的小鬼 我们去对付灵一 我们不难过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设计出一个 不一样的解密游戏 那里会有日夜交替 会有四季的变化 不行 那个建造计划不能搁置 灵一会体谅的 妈妈为了建造超世纪 可是连我都抛下了 他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 难道 你配白燕 飞轮 必须把那两枚必杀军剑抢过来 准交给我 赤礼锋 自负 自私 我的信息库中 记录了数千年人类的进程 但我只计算出一个结果 人类必将自取灭亡 我一败出言 二阶段实战数据 开始收录 封礼 你 凤礼 飞轮 你看着吧 爆炼出击 爆炼变形 极重 凤凌 小心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弱小的我了 这就是必杀晶片 不离 小心 不离 不离 禁止住 不要松手 人类输就输在不会计算最佳战斗方案 这种救不了人还得上自己的选择 愚蠢至极 快躲开 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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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滚开 有本事再跟我比一次 让开 你也是暴力飞射手吗 我 我 我 有兴趣的话 我期待有一天能和你赛一场 我有一天 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吗 只要你继续努力 一定也能成为比赛冠军的 我是想 成为和你一样能帮助别人的人 你 松手 松手 别管我 行路吧 不堪一击 什么 天鹤 看我的 废物 老板 对不起 就是现在 去 去凌风 去凤龙卷 干得漂亮 哥哥 你没事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什么 当年 我崇拜你 在拳网攻击你的时候 全力为你生缘 可你却引导粉丝网爆我 你在说什么呢 我哥哥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不再追随你的脚步 甚至站到了你的对立面 可是现在 你又拼了命来救我 冯灵 你说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网爆事件后 觉得奇怪 于是暗中调查过 我也调查了 可是并没有找到造谣者 其实当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用户 一起攻击风铃 是被家中的AI智能精灵所蛊惑的 什么 哦 我明白了 一定是这个智能精灵头头 命令他的小弟们干的 没错 只需要通过网络链接 输入一个指令就可以简单实现 为什么要害我 太瞧得起自己了 我针对的一直都只是飞轮 只可惜我弄算了你们几个 是我失算了 这就彻底下线了 这么说 我一直都误会你了 还几乎成为了灵徒的帮凶 别这么说 是我没想到连累了你 真的非常抱歉 这个智能精灵怎么处理啊 让我看看 说不定他身上会有妈妈的线索 这么容易就被骗了 不对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那就是我的本体吧 三阶段实战数据 开始收录 飞轮 这个给你 哦 必杀晶片 嗯 对不起 飞轮 只有你可以突破逆境 打败灵徒 拯救整个超世界 小心 你以为你们还能赢吗 大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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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立峰 我冒险开启持空之门 是需要此刻的你们 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穿越回到过去 扭转失败的结局 因为未来的你们 赤立峰 你还记得 飞乐和秦峰说的吗 当然记得 他说我们在未来世界的大战中 以前牺牲 唉 看来我们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计算 哈哈哈 强盗晶片又如何 你们的飞车朋友已经完蛋了 智能精灵 你得意太早了 我们的伙伴不会被轻易打败 哈哈哈 爆裂出击 不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的计算里没有这部分 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牺牲 即使无法改变命运 我们也必须要赢 他们变得太想法了 光比我们 根本无法和他们一战怎么办 是你们自找的 我要让你们后悔来的灰狱 老板出手了 看来这次怕要动真格的了 给我消灭掉他们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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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 长银刀 集中 不要啊 我不想永远下陷 灵灵设计的机关 连他自己的女儿都难住了 真是帮了大马 主人 那就是 我的结局吗 我会永远追随主人 灵图 你真是坏套了 连自己的战友都可以抛弃 不可以被原谅 去灵风 斬风军燕 灵波 就是现在 烈焰翻天 好样的 灵 灵图 你切勿吧 任何想要破坏和平的行为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 还未完 你们大概忘了 我是超散原神而来的自主承煦 他在说什么 不好 承煦 承煦怎么会有真正的实体呢 风铃 大家躲到我们身后去 赤灵风 叶破 你们挡不住的 我读到了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隐藏在强装处的镇定之下 对死亡的恐惧 投降吧 或许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恐惧 投降 你在开玩笑 你们或许不会在超世界死亡 但是你们的伙伴会 你们不是知道的吗 他们终于你的结局 剑控 坚持住 他们在未来 会这么忙 哥哥 连锤 有本事给我出来 灵芸 这是 依依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 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 把他们拼成该有的模样 并没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 得到他们 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 拼成 该有的模样 变形晶片 变形晶片就在这里 小姐 你说什么 白燕 帮我翻动所有的陨石 快 怎么样 你的伙伴和哥哥都倒下了 你不想救他们吗 灵图 你 从来没有过什么 想用心守护的东西吧 这就是你和我们的不同 为了保护想保护他 我们会拼尽所有 恐惧又如何 他也不能使我们退缩分毫 说他这么彻底 还在这里嘴咽 变形晶片 快 只有得到他们 才能对抗灵图 飞轮 清风 看那边 原来是声东击西 故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不能 让他聚成能量 抢给我 变破 熊野刷机 什么 飞轮 还行吗 我没事 战斗还没有结束 不是吗 我们一起战斗 赶谢未来 成功了 那 那是我的妈妈 灵灵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 是妈妈 封印了灵图的权限 和她自己的意识 变形晶片 我没耐心再陪你们玩下去了 这些 已经够给你们最后一击了 接住 用变形晶片 变形晶片 变形晶片 有变形晶片 变形晶片 变形晶片 门火 战斗 爆裂出击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爆裂出击 验破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起风 火拳龙拳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双刀眼斩 走开我 灵图你是超世界的超算 但我妈妈是创造超世界的人 还一直这么狠吗 习惯就好 这是什么 灵图的核心芯片组 你在做什么 妈妈封印自己和灵图全现时随用的代码 很可能与灵图体内的代码有关 她还活着 我要解除她的封印 赤灵风 验破 你们和巨人空业合体后 真的很强 那当然 而且还更帅了 嗯 确实有点帅 那是 妈妈 让我来 叶破 太乱来了你 啊 这里有个缺口 是是灵图的组件 啊 妈妈 我终于 找到你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能阻止这一切 妈妈 我和我的朋友们 守护住了你最珍惜的超世界 会为我骄傲吗 当然 当然了我的宝贝 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夫人 哼